2013年玫瑰花车游行由以下厂商赞助播出 Blue Satan 让生活更美好 陈宝利集团 横越太平洋最惩治的房地产开发商业团队 大熊湖 Northwoods Resort 您度假的好去处 HMO健保首选太平医疗网1888887472 Nature Balance 动物食品公司 华语服务亲切专业联合健保资讯服务中心 致力服务华人社区 圣诞佳节一过 元旦新年就接种而来 期待迎接新年庆典的民众 除了在元旦当天到现场或在电视上观赏由天下卫视 用华语直播的玫瑰花车大游行 或者到玫瑰晚看美式足球大赛外 其实在节前节后还是有机会 近距离欣赏玫瑰花车 粤鱼队及马术的系列表演 圣诞节的第二天开始 坐落在帕萨丁尼 阿苏萨 欧文代的花车制造商 和独立的花车单位都会组织大量的义工 日以继夜为参加游行的花车进行最后的装饰 帕萨丁尼的凤凰花车公司 将会在28号到31号把这个过程开放给公众参观 门票只要10元 玫瑰花车游行除了42辆的花车之外 还有来自世界及美国各地的23支乐队和21支马术队伍 而在29号和30号两天 所有的乐队将会在帕萨丁尼社区学院举行彩排 彩排也是分段开放给公众观看 门票是15元 而喜欢马术钟情马屁的人士 可以在29号早上的11点到下午3点 到布班克的洛杉矶马术中心 观看马术队的彩排 门票是19元 以上的各项活动 5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费的 玫瑰花车游行的线路从早上的8点开始 从帕萨丁尼的Shelf Orange Group出发 北行到科罗拉多大道 右转一直向东 延绵大概是9公里 到了Sierry Margaret大道 左转向北 经过山脚大街 直抵胜利公园附近 花车巡游进入到倒计时 现在在长达9公里的花车游行线路的两边 已经是搭建起这些临时的座位 到元旦那天 各位朋友就可以坐在这实地观看花车 而且我体验了一下 在这距离马路那边 只不过是短短的10米的距离 所以说视野非常的开阔 也非常的清晰 可以说是观看花车最佳的选择 观看玫瑰花车游行的座位 分成四段区域 票价从45元到90元不等 不过除了有限的座位之外 民众还可以在沿途的马路上自由观看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洛杉矶本地的粉丝 为了站到好位置 通常会在游行前一天 就在两边的马路露营守岁 迎接新年同时观看花车游行 警方表示 露营者只可以在31号晚露营 不准在户外喝酒或开酒 游行路线上不能摆放帐篷沙发 禁止燃起篝火和燃放夜火 民众不可携带梯子观看游行 不过想看花车的民众 即使是错过了玫瑰花车大游行的现场表演 还是可以在游行之后 到胜利公园观看停放在那里的玫瑰花车 近距离的拍照 可从容地欣赏花车许多美丽精致的细节 停泊的花车从元旦当天下午1点开始 到2号全天 开放给公众观看 门票是10元 节前和节后系列活动的门票购票 都可以电626-795-4171接洽 天校卫视孟子文 徐志勋采访报道